各位观众 这里是德培论趋势 今天我们聊一聊什么话题 这是当下顶在杠头上的 一个世界级的话题 5G大家都从各种新闻渠道都知道 现在已经是成为贸易摩擦中的 一个很关键关键的一个问题 这两天新闻来了 说美国人说我们5G不和你们玩 我们直接玩6G了 你们现在都是靠地面上的 各种各样的通讯设施 我算了 我自己到天上去了 在天上布置12000颗卫星 以后你的手机就直接在任何地方 和天上任何卫星进行沟通 一幅很美妙的一个图景 那么5G还未尘埃完全入定的前提下 6G突然横空冒出来 这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 中国凭什么能够成为5G操作 我想第一个原因 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制造能力 有这样的公司 在手机生产上 已经成为世界的顶级第一梯队 你比如说华为多少秒里面 要产生多少手机 这样的生产线 世界要有30条 那么现在一年的出货量 现在要2亿部手机 因为5G的载体就是手机了 手机作为终端 它是主要使用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 关键芯片的制造上 现在高通生产了X50 那么华为生产的是什么 和它同等条件的 可能技术也不比它差的 称之为八龙5000 它是属于基带芯片 现在华为自产的芯片 是越来越多 那么就这个问题 过去很低调的认真飞 那么他说没办法 华为被顶在杠头上了 华为它在关键的芯片上 它自己抓住了主动权 第三个就是与基站有关的 因为我们目前的手机的通讯 主要要靠基站来传递 那么在三G四G的基站中 美国只有30万个 那么印度还达到70万个 我们要在近400万个基站 各种各样的基站 中国是640万个左右 它的量是相当的大 在这个通讯中的它的一个链 中间是基站 中端是手机 或者说PC机 电脑等等 它的高端就是围绕着 无线电通讯的各种游戏规则 那么华为在计划码 在5G的计划码的编制过程中 它领先 所以这么一来 美国过去说 他们在这三段过程中 它是中部踏陷 现在完蛋 这三段中 它全部开始落后于华为 所以它是很急的一件事情 那么比它再深一点的 它是指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链迹 芯片 研制 策划 逻辑图 以及整个通讯过程中的操作系统 包括我们芯片的生产 以及整个通讯的运营商 像我们国家有三大运营商 所以它这个链是相当长的 当然我们在许多领域内 还落后于这些IT强国 一些强的公司 从总体效益讲 华为现在已经是相当了不起 还要有一个强大的公司来运作 现在基础情况是18万之工 平均工资80万 想想看我们国家 有哪一个国企民企外企 达到如此规模的之工 和如此高的收入 前两天我看一个视频 他们准备迎接当下的挑战 我们要到中东去 到非洲去 打起背包 立马走人 开了个四四大会 几千人说走人就走了 这种公司能力不得了 最关键的是 在企业的经济史上 我没有看到过一家公司 竟然有几千个化学家 几千个物理学家 几千个数学家 18万之工里面 45%的是专门搞科研的 所以科研在占比是45% 它每年的营养额 45%要砸到科研上去 一般在世界上规范的 比如说从两个百分点 到五个百分点 它现在一下子砸下去 15% 比如说去年140亿美金 用于科研 华为政治 我刚才讲的操作系统 两年前他们就弄了 叫鸿蒙 鸿蒙 什么叫鸿蒙 盘古开天遍地 之时整个天地 有一团什么争气 原始的争气 它说鸿蒙就是形容这种时代 它就意味着开天遍地 我来了 最关键的一个理由 5G不仅仅是一个手机 它是指的一个系统 这样的一种系统性的商业产品 或者商业服务 有没有市场 现在美国人又发出了 它提出来 美国的人口三个亿了 现在它用不到互联网的 美国竟然也有几千万人 能够用5G的 是一亿八千万人 那么中国现在能够用5G的 它在未来几年有多少 八个亿 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的市场放在全球 究竟谁大谁小 比如说欧洲 欧洲它的IT或者说信息消费的市场的总量 要比美国泛泛好几个亿 但是欧洲在电信的运营商方面 它竟然有26家 这26家完蛋了 整个欧洲体系被它给碎片化 大家真的你死我活 我们的运营商 现在是三个 或者最多三加一吧 国家现在又把广电拉上来了 也给它发了牌照 三大运营商为主的 有8亿这样的5G消费者 好嘞不得了 美国的报道是这么说的 各个厂家都用各种花色 花色打引号的 花色的方式来表彰 中国商品的价廉卧美 Google都现在提出来 千千万万赶快算了 不要说让我的安住系统不给华为用 华为现在提出来了鸿蒙 这个备胎 它早就研制好了 现在腾讯中国的阿里巴巴 所以包括中国的360都纷纷表态 来配合鸿蒙的系统 1919年将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的零售将是五万六千亿美金 美国的零售是五万五千亿美金 我们比它多了一千亿 小小羽毛压天平 就这一千亿标志着 全世界最大的零售市场在哪里 在中国 尤其是在5G的这个市场上 方方面面配套八亿人的这个消费 5G消费市场 所以稳定的超规模的这样的市场 这是华为它依靠的真正的靠山 华为自身的发展那没得说 当今世界有几家公司像华为这么干 几乎找不到第二家 所以5G在中国的超车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那么5G和6G之间究竟有个什么关系呢 或者它有什么区别 如果4G之前包括韩4G主要是解决速度问题 解决通信的效率问题 那么5G一旦上来 它解决是什么 是解决着社会的运行方式问题 所以我刚才在说到市场 我没有说手机是5G的主要市场 不是这样的 5G上来了以后 我们堪称说物联网 所有东西要联网 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网址 这些网址之间彼此在联系 这个物联网的世界靠什么 就是5G的到来 让整个所有的东西联网 让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彼此互联 达到这种境界 AI 我们说AI的人工智能 这里突破那里突破机器人的新的进展 这些从机械的动作和简单的运算角度讲 我们人已经玩不过它了 所有这一切 包括无人驾驶 就是等5G 5G才让物联网 才让人工智能 才让无人飞机 无人汽车 成为广泛可现实应用的这种前提条件 回过头来说说6G 那么6G 马斯克说我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全球任何一个机脚 机脚感到里面能够和天上的卫星通信 6G 它不仅仅是说世界任何范围内可以通信 那么简单 因为5G 我刚才说了 它是给人工智能 给物联网提供了一个基础 所以它的差异 不是说你范围宽广的问题 它主要是一种通信的方式 或者经济运行的方式 6G应该达到什么水准 至少在通信的速率 通信的量 它要是目前5G的100倍左右 也有专家算出来 真正6G上来是1000倍 我们现在说是延迟 手机打延迟 我们看中央电视台节目 和华尔街的那个驻记者 你赶快报告一下那里的事情 我们会感觉到零点几秒的延迟 那么所有这些在5G时代就没有 那么6G如果要比它高100倍 那么这又要一种什么样的技术 真正研究世界上研究 6G的这个国家 现在还是那个好像是 原来产生诺基亚的一个国家 芬兰 芬兰现在画了2亿5000欧元 在衰先进行6G的研制 我们国家据国家有关方面说 准备在2020年要开始全面的进入到 对6G的研制 但世界上的专家普遍的有个说法 你要发展到6G至少是15年左右 现在美国的政要说算了 我们不玩5G了 我们直崩6G 现在就开舰 然后让马斯克他搞了一个SpaceX 让这一家火箭发射公司 去发射所谓的全球太空WiFi 能够顶替我们地面WiFi的这个卫星 一件60颗 一件60颗星是上去了 每颗星大概是225公斤重的这样的颗星 他说他计划一批批的发 一直发到一万两千颗星 全球把它给包裹起来 现在全世界天上的星也就是几千颗 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卫星系统四大 四个大的 一个是GPS我们开车子 对GPS今后可能是我们的叫白斗了 今天白斗卫星全面布置到位 要明年的年底 GPS大概30颗星左右 它同时还有备用的星都在天上 一旦出问题念码顶替 还有一个是加率率 第四个就是俄罗斯 格罗纳斯 格罗纳斯也是一个有二三十颗卫星的 那么现在这个SpaceX 它发射的一万 它可能进口发射的一万两千颗卫星 它当然是纳入到美国的GPS的卫星系统 但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 卫星 高轨卫星 中轨卫星 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 还有超低轨 一般的卫星要三万六千公里的高度 在那么高的高度和地球距离很远 所以它有三颗卫星 就可以对地球所有的位置都可以 无线电通信可以照到 中轨道和地球有两千公里的距离 那个马斯克是说的 为了让你感觉到天上的WIF很方便 我在降低身价 降低它的轨道 到三百到五百公里的离地球 这个低轨道 甚至超低轨道上 它几乎寂静于大气层 地球有它吸引力 要不了几年 它将被这个地球给捕获 烧毁在大气层 但是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你如果说今年你发射了一千克 你若干年以后你还得不断地发 因为前面五年前发的已经掉下去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无线电的通讯 它在地球的不同纬度 精度上 它还是有它频道的 它有特定频道 最关键的是 它在卫星上发射的信息 这些信息 它也是要有频道 它的频率很高 频率很高 它就很窄 我们打开无线电 特别是比如说听短波 你很烦的 你要调到那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 超音最小的那个位置 就是信道 再通俗地讲 就是一条马路吧 你能有多少车子走 是双向的通道 还是是车道 还是高速公路 那么现在要运用高频的话 这个通道是很窄的 激光笔大家玩过吧 这个激光笔 它照得近的 你对得准的 你再照远一点 它很难 因为你手还是微微地动 你这一动那里就飘了 一样的 你说我们现在四季的基站 是八百米之间 你现在八百米变成几百公里 这件事情就悬了 它是不行的 再比如说发射 5G手机 大概是在八个到十二个天线 有的是放射的 有的是接收的 这么小的一个手机内 一个手机只有几毫瓦的发射量 你要超强大的发射功能 实际上是真的是上脑筋了 这个微波炉 微波 微波实际上 它是在一定的高频 它实际上首先是高频范围内的一个通信方式 这样的一种微波 它对玻璃 塑料 石 它可以穿透 但是微波炉经常讲 你离它远一点 因为它发射的量太大 好 我们说不能离它远 我要发射到卫星上去 把它放到耳朵边上 那想想看你的脑袋不要考熟了 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光纤接到你的房间 接到你的家里 但是你如果说是三十两厅的话 你接到哪一个房间 那个房间的WiFi 你打电话是方便的 那么你一旦到了其他房间 你搁了住墙 信号就衰减了 书房要装一个 另外一个厅里还要装一个放大器 这个大家理解了 就是手机在和对方通过WiFi沟通的时候 它电子信号的距离是极其有限的 那么也有朋友说了 我开车车子定位 不就是天上GPS帮你定得清清楚楚 首先它是单向的 其次它是简单的一种数据 数据而已 现在如果我能否打一个电话给他呢 我和他有一个回路呢 想想看你的电话连房间都通不过 不要说是到室外的基站之间 更不要说是基站 四季的基站是800米 信号就射增了 要衰减了 我们在这种国际的大片 《战狼爱红海行动》里面 用卫星电话 华老师人家不是用卫星电话吗 但是你要注意 它边上就有一个场景 是一个专门功能的汽车 汽车顶上有一个锅 这个锅是接受卫星信号的 然后在这汽车里面有放大器 它就在放大器边上 问行电话 现在5G 5G的这个频率更高 它的这个通道是更窄 更窄的话 它要更要指向性 它的优点是指向性很好 点对点指向性很好 但是它的距离更短 它容不得 不要说是建筑物对它的阻挡 比如说今天大雾 今天下雷雨 完蛋了 它也受影响了 所以现在它说 到天上去 我弄一万两千个星 这下好了吧 各个角度都有了 但它不考虑电子传输 我们手机的信号 各一个房间都不行了 你不要搁几百公里 上千公里这么大的一个距离 好 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 美国的宇航局 我们称之为NASA 为什么NASA要把马斯克拖进来 因为美国以往的航天航空 主要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和波音公司 这两家公司在负责美国的航天发射 那么为什么现在要把特斯拉 马斯克拖到拖进来 让他来顶在钢头上 说我们美国人这不六计 关于这句话 各位请听下回分解